Hello大家,今天用这样的形式来跟大家聊一聊 算一个简单的上心 因为今天刚刚来了两个大包 在大家都在说小包特别火特别热的时候 那其实大家应该更多的把这个注意力放到大包上 一般来说,尤其是今天的这几只大包的颜色 可能更适合男生或者说更倾向于是中性包 那其实我觉得包包还是要看场景 对不对,场景需要它大包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不可能拿一个迷你凯利那样的包包用来装电脑 对不对,好的,闲话少说 先上第一款包是一个迪奥的包包 因为另外两个都是爱马仕的包包 所以还是不要感觉欺负迪奥一样 这个里面我放了什么 首先放了一个 这个是13寸的算是超薄的笔记本电脑 OK可以放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放iPad 放其他一些数据线等等这样的物品 全当一个填充 然后也是看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放的东西 大概有多少 放了东西之后的包包 我觉得才更能显现出它的价值所在 对不对 那这个包呢是如果不放东西的话 还蛮软的 就是比较软 它的那种就比较自在的一些的这个一个迪奥的 这个应该也是小羊皮啊 没有那么了解 但是也是外部全皮 那里呢用了一部分的帆布 上半部分呢是羊皮格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拉链位 就是隔层还是比较比较多的 但实际上大家如果用大包的话 可能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就像这样长的一个包包的话 包括今天几只包其实都还蛮长的 比较长的包包可能就是怕找东西不方便 但是其实呢 如果你的这个用大包的场景是用来放电脑啊 放这样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看大家的需求是什么样的 这只包包其实我自己有在想 就是如果是我作为一个上班族的话 用这样的一只包包呢 可能相较于其他的男士 就是大家所理解的那种男士公文包 手拎包啊 横板的那样的包包的话 多一些柔软的东西在里面 对吧 然后这个包包其实是有肩带的 它的肩带呢是可以调节 对两边都可以调节 所以你可以把它作为斜跨或者单间都可以 然后如果不需要的话 我觉得直接手拎上班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第一只包 一个黑银搭配的 上面有一些格子 底部呢是有底钉的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解放双手 稍微放置一下 可能稍微粗糙一点的表面也可以放的 相较于斜跨来说 我可能更喜欢这样手拎 因为它这个包包本身就没有包盖 如果斜跨的话 可能很容易就这样敞开 以及如果说防盗上的话 大家在斜跨过程中 可能要多多的保护一下它 所以今天第一只包 这个迪奥的一个算大号的 这个有没有自己的名字不太确定 就像勾带一样的 那它的使用痕迹也是比较重了 边边角角都有磨损 但是平时另一零 OK 这只呢是前几天已经介绍过了 前几天来的 那因为今天要有另外一只过来 所以呢也是同时跟大家聊一下 这两个对比一下聊一下 这个是深蓝色的一只 应该是类似于普鲁士蓝这样的色号 上身效果我们加这个这个 不管是女士男士来试的话都觉得不错 就是蛮自在的一个包 好的 现在是把电脑和刚才的那个 放数据线的小包 一起放进来 我感觉包包还是要用 整个这个有了重量之后 它整个包身给你的反馈会非常好 不管是它在身体这个部位给你的反馈 还是肩膀这个位置给你的反馈 我觉得都是非常舒服 非常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OK这个是蓝色的一只啊 前几天其实已经有试过了 那其实我个人也是特别喜欢的 首先看一下这个大象灰色的 这个里面是放的甜冲 对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 放一些小件物品啊 或者比较轻的物品 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包包它的形好像没有那个蓝色 那个更好一些 因为这个位置是就来的时候它都是瘪的 可能有喜欢软皮包包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它更自在一些 但实际上如果放一些物品的话 它就会这样再撑起来 撑起来之后呢 显示出它包身应有的这个形状外形 这个是大象灰色 大象灰被叫做国民大象灰 就是这个颜色可能会更百搭一些 成为非常多的朋友们选择爱马仕包包时的第一个包包啊 先把这个金刚色啊 黑色呀 大象灰色 金棕这几个颜色收集齐了啊 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有这个颜色 所以选择了某款包 这个会不会也是一样呢 那这两个包的大小其实是一样的 但视觉效果上来看 好像是这个大象灰色要更大一些 哇这个厉害了 刚才这个电脑啊什么的都是竖着放的 对不对 没想到这个电脑和这个包两个在里面完全可以横着放 对横着放 重量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放了日常如果需要带电脑的朋友们 可能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 它的一些表现 因为这个包包本身它的自重就还蛮大的 我没有做称重啊 改天做一期称重 来称一下这两个包包 重量几何 重的包包之所以重 是因为它的用料足啊 用料足也就代表着 它的这个成装的能力会比较强一些 像这个包包的话 它整个这个部分的缝线啊 结合处还是非常非常可靠的 所以稍微重一些的东西的话 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这两个包包的年份呢 一个是安克 那这个是安克的一个包包 2010年 那安克是2009年 是那只蓝色的包包啊 这个它是2009年的 所以它们在差不多的年份出现 有的时候觉得爱马仕的包包很神奇啊 真的是从过去穿越时空 来到现在 来到我们手上 好 在这样对比一下啊 侧面 这个是蓝色的一只 这个是大象灰的一只 那如果是正面 大家来看一下 正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一部分 一部分它的侧面的位置 有朋友说 这个有点像这个僧侣用的上香的薄薄 上部呢 整体来看是圆弧形的 下部呢 像是一个方的 方形的带子 然后有一个侧带 既作为点缀 同时呢 也可以放一些 我们比如说 手机啊什么的 经常要拿取的物品 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皮革的声音 透露着它的这种高贵的血统 好的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